哈喽大家好我是强威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梅 欢迎收看飞越世界go 陈梅姐姐我们今天来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单字 那叫做 聊鸡 聊鸡是爬树啊 你说很有趣 我觉得很普通啊哪里有趣啊 是我们有代工吗 你们怎么不知道聊鸡 因为聊鸡它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是 放鸽子 对对对 真的很有趣耶 各位知道吗 在越南以前就是没有像现在有电话那么方便嘛 所以当男女生他们去约会的时候啊 你看约好的时间啊 还是女生怎么还没有到还没来呢 当然男士就很着急 匆匆忙忙急急的 爬高往树上爬 往对方那个方向来看 看一看 对方来了没 所以他会有这个说法是 用聊鸡来表达是爽乐的意思 爽乐的意思 是聊鸡 记得了哈 爽乐 我觉得以前的男生好辛苦 谈个恋爱还要在那边爬树 这太辛苦了啦 好好的站在那个等就好了嘛 好 聊鸡是爽乐 就是在中文就是放鸽子 放鸽子 好 那么我们今天来上课 我们上课内容是跟爽乐有关吗 好 聊鸡 对 聊鸡有关 放鸽子 好 那么我们请看黑板的内容 为什么你放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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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生气你知道吗 好了不要再生气了 不要再生气了 生气会有皱纹 这位女生这样不对哦 约会还睡过头 我们来解释详细的内容 第一句 为什么 M叫安聊鸡 为什么 M是你子女生 放鸽子 叫安聊鸡 聊鸡就是放鸽子 刚刚我们有解释了 第二句 M偶棍 M生来啊 M是我 母 睡 偶棍是睡过头 M生来 就是对不起 就是我跟你说对不起 M生来啊 那个后面的啊 是一个助语词 好 安忍了 我很生气 所以忍 或是南方的口音就是忍 安忍了 我很生气 生气是忍 安必空 你知道吗 必就是知道 你知道吗 安必空 好 最后一句 腿 等人爱呢 腿 是好啦好啦 等人爱呢 等是不要 人就是生气嘛 等人爱呢 不要再生我的气 等 什么什么 就是别再不要 不要这意思 嗯 不要再等等 好 那么我们的重点单字 有哪一些呢 我来看看 好 第二个重点单字 逮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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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烧是为什么 嗯 好 第二个是 撩鸡 我们还是在说 撩鸡 嗯 放鸽子 撩鸡它的意思是 爬树 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放鸽子 好 第三个 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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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过头 哇 这个偶棍很危险喔 对啊 上班不能睡过头 对 约会是可以的 因为男生会原谅女生 那么要取得人家的原谅 就是要对不起嘛 辛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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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雷是对不起的意思 嗯 好 再来是 人 人 或者是 人 生气 嗯 生气 好 那你跟人家说别生气了 怎么说呢 冷人 冷 人 冷 人 别生气了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今天的重点单字非常实用 嗯 记得要背下来喔 好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 你们知道吗 如果我老公给我放鸽子 他就死定了 哦 哎呦 让我感觉到好像有一股杀气成疼 坐在旁边 还好没有给你放鸽子 太可怕了 开玩笑的啦 我可是很温柔的 好了 现在我们来教大家说一些道歉的话好不好 嗯 嗯 比较常讲的是 辛ロイ 辛ロイ 嗯 就是我们绘画里面有学到的单词嘛 嗯 好 除了辛ロイ 对不起 还可以说 辛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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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请谅解 谅解就是通感的意思 嗯 好 当你想到要请求别人谅解你的时候啊 你可以说 辛安通感 Joyem 辛安通感 Joyem 就是请你谅解我 辛安就是请你通感 是谅解 Joyem就是给我一个谅解 就是取得那个谅解 嗯 好还有 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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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它就是原谅的意思 嗯 当你犯了错 想请求对方原谅你 就可以说 辛安 他徒 Joyem 辛安 他徒 Joyem 辛安是请你 他徒 是原谅 Joyem 是给我原谅 他徒 Joyem 原谅我 嗯 好像做了什么很大的错误 嗯 要不要跪 那个算盘 老婆 不用不用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可以表达你的抱歉 那就是 Ai Nai Ai Nai 是过意不去的意思 或者是不好意思的意思 嗯 好 比如说你让一个人等你很久 看到他的时候 第一句跟他说 让你久等了 我真的过意不去 啊 越文是 Dae An Fai Jelou Em Ai Nai Gua Dae An Fai Jelou Em Ai Nai Gua Dae An Fai Jelou 让你久等了 Em Ai Nai Gua 我真的过意不去 嗯 或者是也可以说 Nai Gua Nai Gua Nai Gua 是不好意思的意思 不好意思 当你害羞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字 Nai Gua 好 那么 我们 今天 学到这里吧 第二单元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怕 学太多 记不起来 记不起来 嗯 好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哦 好 欢迎回到第三单元 今天我们学到很多 道歉的 用语 对不起的用语 原谅啊 对 那我们来 复习今天 的会话内容哦 好 我开始了 注意听哦 好 好 对情侣 在闹边流 好 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很简单 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 请别人原谅 请谅解 用文怎么说 请你原谅我呢 请你原谅我呢 今天我们上到这里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E-mail给我们 我是常威 我是陈梅 谢谢收看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